現在很多人去旅行都買了Data SIM 卡上網 但不知道將Apple SIM 卡有沒有用呢 Apple SIM 還在年半之前已經公佈 但到幾天前才可以全球通用 但跟一般的Data SIM 不同 Apple SIM 暫時只可以在 iPad 上使用 插卡之後 iPad 就會自己搜尋網絡供應商 現在香港可以用到的網絡只有三個 其中一個就是香港的三台 38 元就可以用上兩天 但上網速度都已經算不錯 另外還有 G-Sky 以及 Always Online 這兩間國際網絡供應商 但收費同樣是國際級 而在日本旅行利用為例 Always Online 的收費 比坊間買到的Data SIM 卡貴得多 亦比可以在全球百多個國家上網的 One SIM 卡略貴 雖然暫時Apple SIM 卡不可以使用到 iPhone 不過其實都用了Tandering 功能 用 iPhone Note 上網網 不過你選不選Apple SIM 卡 都很視乎大家的需要 Apple SIM 卡最好就是不用換卡 以及即買即用的服務 不過其實如果你想便宜的話 都是選擇普通的Data SIM 卡比較好 我們來看看 公司 卡通的Data SIM 卡通的Data 並且按下網絡 公司 卡通的Data SIM 卡通的Data 絕對Data SIM 卡通的Data SIM 卡通的Data